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最高法院受理川普的总统豁免权主长 彻底打乱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计划 一记不成又升一级 他又将目光盯向了川普的机密完键案 星期五,在佛洛里达州皮尔斯堡的法庭上 举行了几个小时的关键听证会 以确定新的开庭日期 这是川普机密完键的首次公开听证会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前 川普到达法庭 该案的两名共同被告 川普的贴身男仆沃尔特·奈塔 和海湖庄园物业经理卡洛斯·德·奥利维拉 陪伴在身边 法庭外面的街道两旁 站满了几百名川普支持者 为川普助威呐喊 开庭日期至关重要 机密完键案原定于5月20日开庭 但法官艾琳·坎隆几个月前就表示 她打算重新考虑这个日期 因此 双方就日期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理论上 案件可以在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开庭 也可以在今年任何时候都不开庭 史密斯本人也参加了听证会 他的起诉小组成员杰伊·布拉特强调针对川普的指控的严重性 要求在7月8日开庭 他向法官施压说 这个案件可以在今年夏天审理 史密斯之所以选择7月8日 是因为一个星期后的7月15日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召开4天的会议 正式确定共和党总统提名人 外界普遍认为 机密案件案是川普面临的四起刑事案件中最薄弱的一个 史密斯计划通过审理机密案件案 让这一头条新闻涵盖整个共和党提名大会 从而最大限度地影响川普获得提名 此前 史密斯提及的另一个案件 在华盛顿特区省理的川普意料事件选举案 将开庭日期定在3月4号 也就是美国大选抄击星期二的前一天 但2月28日 最高法院决定受理川普提出的总统豁免权主张 选举案被搁置 让史密斯干预大选的阴谋流产 第二天 2月29日 他又盯上了川普的机密案件案 向法官提出了新的动议 要求在7月8日开始审理机密案件案 一般来说 在7月1号劳动节过后 竞选活动会变得更加疯狂 许多选民开始更加关注这个政治季节 在一些州 选民可以在9月或10月开始提前投票 这增加了在审判过程中进行投票的可能性 川普的辩护律师认为 作为2024年大选的主要候选人 川普总统强烈主张 今年无法以符合宪法的方式进行公平审判 宪法赋予了川普总统第六秀赞赋予的出席和参加这些诉讼的权力 以及他与美国人民共同享有的第一秀赞赋予的参与竞选演讲的权力 川普的律师托德·布兰奇说 我们非常相信在选举前进行审判是一个错误 不应该发生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大选后开始审判 律师还提出 8月12号可能是开始挑选陪审团的日期 这意味着开庭可能将在大选后进行 在辩论中 川普静静地作者没有发言 但有时与他的律师团队窃窃私语 当天 法官坎龙没有立即做出裁决 但暗示审判会延期 他说 检察官提出的7月初的审判日期是不现实的 并说 这个案件并不处于审判的关键时刻 而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美联社评论说 如果佛罗里达州的机密案件被推迟到大选之后 如果华盛顿的选举案今年不发生 那将意味着 选民在没有中大联邦诉讼的情况下前往投票站 在星期五的听证会上 史密斯的团队还试图指责川普的律师克里斯多福基斯 同时接受机密案件和封口废案 从而延误了机密案件向前推进 在曼哈顿举行的川普封口废案将于3月25日开始审理 不过法官坎冬告诫检察官 进入所有法庭诉讼程序的权利 不适用于律师而是被告 在听证会上 双方还辩论了关于证人透明度的问题 川普的辩护律师曾递交一份动议 以确定司法部的检在证人 以及他们的预期证则的细节 但这一要求被史密斯以保护证人为由拒绝了 星期五 法官坎冬反驳了检察官的论点 他说 从未见过姓名和证词都保密的案件 甚至在黑社党案件中也没有 此外 川普和他的律师团队 还引用最高法院正在考虑的总统豁免权主张 要求法官驳回整个机密案件案 围绕着川普选举案 我们再说说乔治亚州的特别听证会 星期五 乔治亚州富尔段县高等法院 就是否取消地方检察官法律威利斯资格的听证会 做最后的结案成词 出人意料的是 威利斯也出现在法庭上 距离他只有几个座位的地方 是他的前情人 他拼用的特别检察官奈森韦德 威利斯看起来很忐忑不安 前后摇晃着椅子 听着法官斯科特·麦克菲 对案情发表意见 麦克菲表示 他可能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可以对取消资格的动议做出裁决 在听证会开始时 法官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希望听到更多关于法律论据 如何适用于已经递交的内容 我可能已经可以做出决定 而不需要那些对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内容 在法庭上 双方律师分别进行了90分钟的总结 川普的同案被告律师坚持认为 威利斯应该被禁止起诉川普选举案 因为他在与韦德开始一段不正当的恋爱关系后 雇佣了韦德 构成了利益冲突 2021年11月 威利斯拼用韦德调查川普的选举案 并支付了韦德65万多美元的律师费 相当于每小时250美元 高于当地最高律师费每小时200美元 而韦德则用这些钱安排了两人的豪华旅游 更重要的是 威利斯的前密友兼房东罗宾·耶蒂作战说 威利斯和韦德的关系始于2019年 川普的法律团队还聘用了一名刑事调查员 通过追踪手机数据 显示 韦德在被聘用之前 至少去过威利斯的家35次 并在那里过夜 而且还发现 韦德和威利斯在2021年1月至11月期间 交换了2000多个语音电话和近12000条短信 平均每天打6个电话 发36条短信 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工作关系 而威利斯和韦德都作证说 他们的恋情是2022年开始的 韦德在威利斯家见面也不超过10次 在结案陈词中 辩护律师说 爆炸性短信证明 威利斯在开始和韦德约会的时间上撒了谎 并指责他在打种族牌 因为他将对他的指控称为出于政治动机 第一个发言的是辩护律师约翰·麦钱特 他是选举案背告迈克罗曼的律师 阿什利·麦钱特的丈夫兼法律合伙人 约翰·麦钱特首先对检察官的欢外情提出了指控 他说 如果法院允许这样的行为继续下去 整个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将受到打击 系统的完整性将被破坏 他说 辩护律师团队将能够证明此案存在表面冲突 他说 根据州法律 仅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麦钱特还提出了无效审判的可能性 这可能会迫使川普和18名共同被告 在这个庞大的案件中进行第二次耗时的审判 他说 如果原判被推翻 我们将重新获得审判 这意味着 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再来一遍 威利斯的代理律师亚当·阿贝特 则否认了威利斯在雇佣韦德之前就开始约会 不过 法官似乎并不认可阿贝特的说法 他盘望了威利斯和韦德的关系 在法官的残酷盘望中 威利斯一度站起来 给他的律师提了一张纸条 阿贝特还说 威德的前离婚律师 特伦斯·布拉德利 是心怀不满的前商业伙伴 目的是报复当事人 去年11月 布拉德利曾在短信中告诉阿什利·麦钱特 威利斯和韦德的关系在2019年就开始了 但到了法庭上 布拉德利却以不计得为由 不敢承认自己的证词 阿贝特进一步说 取消资格的动议应该被拒绝 应该允许威利斯继续起诉川普 川普的律师史蒂文·萨多表示 韦德和威利斯在作证时说 他们的关系是在韦德加入他们的检察官团队后才开始的 这两个人都是不诚实的 萨多说 这些证词引发了人们对其真实性的真正担忧 因为在这个州 作为一名律师 他们必须诚实面对法庭 在结案诚词结束后 萨多和他的团队预留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进行最后一次演讲 他最后用了一句话来评价威利斯和韦德 使一最有说谎的动机 他们确实是这样 听证会于美东时间下午4点15分结束 法官麦克菲没有当庭宣布 他说 有几个法律问题需要整理 我必须做出几个事实决定 而这些都不是我现在能做的 因此 我将花时间确保我对这个案子 基于应有的充分考虑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给大家一个答案 CBS法律分析师李基·克莱曼认为 在星期五庭审结案诚之后 布尔顿县地方检察官 法尼威利斯不会有好结果 这是鲁莽行为的后果 克莱曼说 一个问题是 法尼威利斯和霍·耐森韦德 是否会被取消继续审理此案的资格 事实上 这至少可能会造成延误 另一名检察官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事实 克莱曼补充说 律师协会可以考虑因这种鲁莽行为 而取消威利斯或韦德在乔治亚州的律师资格 亚特兰大宪法报评论说 除了可能会被取消资格之外 法尼威利斯还面临着潜在的挑战 乔治亚州参议院的一个小组 可能会调查威利斯与韦德的关系 所以即使在法庭之外 他的挑战仍在继续 如果法官公平审判 威利斯将被取消检察官的资格 那么乔治亚州的选举案 或者被延迟 或者整个案件被撤销 与此同时 围绕2024年大选 中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 也从侧面助攻川普 为推翻意料事件主流媒体的叙述做准备 星期五 约翰逊宣布 将公布另外5000多个小时的视频 他说 今天又有5000多小时 有关2021年1月6号 国会大厦的安全录像可供公众观看 这相当于一个人需要连续观看大约208天 这批额外的录像 任人由中央院行政监督委员会发布 约翰逊说 中央院共和党人再次赞扬了小组委员会主席 巴黎、劳德·米尔克和整个中院行政委员会 一直致力于确保医料事件的完全透明 去年11月17号 约翰逊在当选议长后不久 公布了医料事件的国会监控录像 第一批大约90个小时 之后又连续公布了一些 他曾说 监控录像大约超过4.4万小时 除了星期五公布的5000小时录像外 似乎还有更多的视频 行政委员会誓言 将继续尽快在网上公布剩余的视频 以便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看到 约翰逊还说 一些新视频是之前发布的视频 这些视频很模糊 为了使图像更清晰 他们重新上传了这些视频 中央院行政监督委员会主席 劳德·米尔克说 我感谢约翰逊议长继续支持我们的努力 以及他对美国人民完全透明的坚定承诺 今天的决定将大大加快监控视频的发布 所有这些视频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向美国公众开放 没有模糊或编辑 第一批已经在我们的Rumble页面上提供了 视频的链接我们将放在置顶留言区 这批视频共有764个 从9分钟到20分钟不等 包括国会大厦内外 甚至还有停车场的视频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